好,下面呢,我们还是先回顾 昨天我们开始讲Sprime MVC Sprime MVC 这个框架,首先大家要清楚 它在三层架构里边属于哪一层 是Viu层,是吧? 它是Viu层的 然后我们写了第一个Sprime MVC的程序 第一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写的时候 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 首先,在 在Web的上面里边 是不是注册了一个Servility啊? 我们的中央调度器 中央调度器 Disfaction Servility 那么 它 默认 加载的Sprime的配置文件 放在WebInfo下 并且 这个文件名叫 ServilityName-Servility.Termine ServilityName ServilityName是指的我们这个 PairServility 是不是这个Servility的名称啊? 对吧? 当然我们也需要是不是给它换地方 换地方 我们需要给它加上一个EmitTerm 对吧? 加上一个EmitTerm 当然我们一般 这个也会给它配上一个 LOD 它就没有开始 对不对? 它要让 让Servility在 他们看到佛器启动的时候呢 就给它 能把这个实力给创建了 配了它以后 我们就定义了Controller 定义这个Controller 它是不是实现了Controller的接口 实现了这个接口 实现了这个接口 接口里边有个方法 叫Handle Request 处理请求 它里边有两个参数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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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就是你把那个页面给它放慢就行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当时要跳转的页面是webinfo下的 webinfo下的 就让大家要知道webinfo下的页面这种资源是比较安全的 它是不能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的 不能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的 要想跳转到webinfo下 那么你就需要通过我们服务端的程序 进行请求转发 你重定下是不行的 重定下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就注册了这个 我们注册了这个处理器 注册这个处理器需要注意 当然我们是在Sprime MVC配置文件 Sprime MVC的配置文件是不是和我们前面用的Sprime MVC的文件是一样的 在他里面今天注册了 注册的时候 这个Bin 这个处理器 它的名称 它的名称有特殊的要求 这个ID 它必须是以斜杠开头的 必须是以斜杠开头的 当然我们现在是复习的 它之所以要求是以斜杠开头 是因为我们这里边用到了一个处理器映射器 这个处理器映射器 处理器映射器是bin name URL Handle Matching 对不对 我们在这儿讲的呀 在这个Page开发 是不是在这儿 Think name URL Handle Matching 那我们后来用这个Sprime URL Handle Matching的时候 大家讲 你这个处理器的名称 这个ID 还用以斜杠开头吗 不用了啊 所以这个东西啊 并不是必须的啊 并不是必须的 当然我们昨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啊 我给大家现在把这个流程重新再过一遍 我们重新过一遍 这个流程啊 因为大家已经讲义都看过了 是吧 自己也跟过了 我重新再说一遍 我们的请求到了以后 请求到了Pagechia Svallet以后 那么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 其实他判断什么呢 判断他是不是Multipart的请求 什么是Multipart的请求 文件上传呢 记不记得文件上传 你需要 你要表达 需要有什么要求了 Multipart的请求 不是 Multipart的请求 你这个文件上传 对那份表达有什么要求 需要 Method是Post 对吧 还要再增加一个属性 叫 ENC 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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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一个 ENC Type 属性 这个ENC Type 属性的值是Multipart NC Type ENC Type ENC Type 他提交的请求 就是Multipart的请求 也就是说 当你的请求到达以后 比如Pencher Solid 中央调查器 会判断一下 你这个请求 是普通的ITKD请求 还是Multipart的请求 做这样一个判断 如果是Multipart的请求 这里边他需要 需要 需要完成 下载啊 你那边上传的 他这边就相当于是下载的呀 相当于把你的数据要读过来 他要做这个工作呢 所以呢 把请求做一下简单的判断 一看 是普通请求 普通请求 然后就把这个请求 给了谁了 给了我们的处理器 映射器 处理器映射器是干嘛的 处理器映射器 是 将你的请求 映射到 对这个请求所做 所进行处理的那个处理器 也就是说根据请求 找到处理器啊 做这个工作呢 当然他并不是简单的 把这个处理器给你返回了 而是 将这个处理器 和 拦截器 进行封装 封装成了一个 处理器 执行链 加上我们后边会说 这个执行链 链的概念 链的意思 可以这样理解 一个 这里边既包含处理器 又包含 拦截器 那 包含两类对象 那 拦截器 有可能是多个拦截器 有可能是多个拦截器 所以它会形成一条 量 执行的顺序 另外一个 角度来说 它的量 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的拦截器 里边有三个方法 你注意 拦截器里边有三个方法 处理器里边有一个方法 所以再加一块 就四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的执行 是有先后顺序的 这也可以理解成一个量 所以 这样说的处理器执行链 这个量 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那么处理器硬设器 把这个处理器执行链 返回给了中央调动器 中央调动器 拿到这个处理器执行链 直接 直接做了一个什么工作 确切的说 直接做的工作 是根据这个处理器执行链 的处理器 我找到与之相匹配的 适配器 因为不同的 因为不同的 这个处理器 那么它的适配器也不一样 我要这个适配器干嘛的 是为了执行这个处理器 大家这会儿就在想 我们讲过的适配器 我这儿有很多种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里边的方法都不一样 这处理器你注意啊 我们今天就会讲到 处理器可非定非得是实现Counter的接口的 那还有其他接口也都实现 那Counter的接口的是一种处理器 实现另外接口的还是处理器 还有实现其他接口的还是处理器 这都是处理器 可是我中央照度器 对它们的执行方式 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它们这些不同的接口 处理器里边的包含的方法又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中央照度器想统一管理 你这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处理器啊 但是你能管理吗 不能 为什么 不同的处理器 它实现的接口不一样 也就意味着这个接口里边的方法是不是不一样了 我就没办法进行统一管理 那怎么办 是不是添加修学器啊 添加适配器 我让适配器 来 执行 处理器 而我让中央照度器 怎么样 去处理 适配器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 我们现在再 回忆一下啊 处理器 适配器 这个概念 为什么需要处理器 或者是处理器 为什么需要适配器 适配器的作用是什么 将多个不能协同工作的接口 怎么样 让它可以进行统一管理 特别是这个作用 我们今天就会学到好几种处理器 这好几种处理器 那么它 都不一样 对于中央照度器 没法知就关了 所以我就加一个处理器 适配器 当然 你注意 这里边加的处理器 适配器 记不记得 我们当时写适配器的时候 说了 适配器接口 我这里才写一个 对吧 但是 我的适配器 监口的实现类 有两类 一个类 是不是我就写一个 适配器实现类 还有就是 一个接口 对一个适配器 那么它里边采用的是 这种方式 一个接口对一个适配器 假的 从好理解角度来说 我们是不是定义一个示威机实验类 更好理解这些 我们当时写这个程序 我给大家是奔 奔着一步一步来的 那好 处理我们说中央照动器 拿到处理器执行链以后 根据处理器执行链里边的处理器 那么找到 找到他所支持的这个处理器适配器 然后由这个处理器适配器 去调用执行我们的处理器 那么处理器返回一个末端的利用 答案了 我们到后边的学习过程里边会知道 他返回的背景非得是末端的利用 什么类型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以末端的利用为例来说了 他返回一个末端的利用 那么示威器拿到这个末端的利用以后 马上就把 这结果给了中央照动器 中央照动器拿到末端的利用 马上就调了 试图解析器 试图解析器拿到末端的利用 给它生成 利用对象 生成利用对象 当然生成利用对象在哪呢 就在中央照动器里边那样 中央照动器 必要用没有对象的宣传方法 让它自己宣传自己 也就是说所谓的自己宣传自己 就是是不是往这个模板里边 就我们的页面里边 监制页面里边 填充上数据啊 然后形成我们的 有了师徒了 有了带师徒的师徒了 再把这个师徒给它包装成响应 然后响应给这两句 这就是整个流程 这就是整个流程啊 好这我们又说一遍 这边说的就比第一段说的要 稍微复杂一些了对不对 稍微复杂一些了啊 好 当然我们昨天讲的内容里边 我们说了对于中央照动器 它的配置 这里边的URL pattern 我们最好用 你那种方式啊 升点度 是吧 绝对不要用 杠心 我们 也可以使用 杠 是不是也可以使用杠 但 你要清楚啊 为什么不能使用杠心 是因为杠心它会拦截 动态 是吧 它会拦截到你的动态 页面 请求 这样的话 你一旦防止GISP页面 它就会爆 不能死 而我们 之所以 你说最好 也不要用杠 是因为杠 它会拦截到 让我们的中央照动器 拦截静态资源 那静态资源就 找不到了 所以 那如果不得已 我非得用杠呢 那么 也能解决 是不是 我们给出来三种方式 有两种方式 本质是一样的 对吧 第一种是在 web的chamera里边 配那个URL 不是 配那个 sublite machine 对吧 sublite machine里边 那个sublite name 用的是谁啊 default 你要知道这个default 它是在哪 定义的 是不是在 tomcat tomc下边 有个 web的chamera里边 定义的呀 人家上面 是不是写 专门写的 这个东西就是处理 专门是不是处理 静态资源的呀 好 然后我们又 用了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是用的 MVC标签 对吧 MVC标签 MVC标签 我们这里边 用的一个叫 default savlite handle default savlite handle 其实笔层用的 仍然是 我们那个 tomcat里边那个 defaultsavlite 用的仍然是它啊 第三种方式 我们用的是 MVC里边 是resources 对不对 用的resources 那这个是在 savlite 在这个 savlite 3.0.4 这个版本以后 专门添加的 处理静态资源 访问的体验 这是三种方式啊 这个了解就行了 工作中用到了 能想起来 能解决就可以 我们昨天说了一个重点内容 是不是就是路径问题啊 这个路径啊 之前好多老师给大家已经讲过这个路径问题了 你呢 我昨天给大家也讲过了 那么你根据前面老师 不管哪个老师讲的啊 你认为哪一个讲的更容易理解 更适合于你 你就光记它一个人的 不要把所有人讲的东西参合到一块 所有人讲的东西参合到一块 你就糊涂了 因为什么 不同的人说的这个绝对路径 和相对路径不一样 特别的这个绝对路径 我这说这个绝对路径是什么 以协议开拓的是吧 有的人就说绝对路径是什么 以协议开拓的是绝对路径 有这样的说法啊 以协议开拓就是绝对路径 还有的说的就是 以项目名称开拓的是不是就是绝对路径 对吧 不同的人说法不一样 所以你只记一个人的 按照一个人的标准来记 就没问题 每个人讲的都是对的 但你按一套标准 标准来执行 那么我这里边说了 我这里边说的这套理论 是建立在我这个概念范畴内部的 是吧 那么我这里边说到的 首先绝对路径是什么 是以协议开拓的路径 就是绝对路径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啊 这个是 是什么 是 是是是是 HTPP请求的这种啊 就是web项目的 咱们不说本地路径的啊 本地路径它也有协议 Fair 我记得给大家说过吧 是吧 它也有协议 Fair 冒号张张 是吧 那也是个协议啊 咱现在不讨论那个问题啊 那么 相对路径是什么 除了绝对路径以外的 其他路径全部是相对路径 那么我这里边相对路径分两种 一种是 以斜杠开拓的 一种是 不以斜杠开拓的 那么 以斜杠开拓的 又根据这个路径出现的位置 分为两类 如果这个路径 以斜杠开拓的这个路径 出现在JSB页面里边了 那么它就是 前台路径 如果它出现在 加拿大 或者是 Charmel 或者是Property 等这些配置文件 它出现在不管什么配置文件里边 加拿大数据肯定是要读入到 内存的 它都是后台路径 都是后台路径 当然了 不管是在 阶纸页面 还是在 我们的 加拿大 还是在 这个配置文件 它 不以斜杠开拓 都是统一的 这个部分前台后台 这就是 不以斜杠开拓的 那么 实际上我在这 分出了三类路径 前台路径 后台路径和 不以斜杠开拓的路径 对吧 那么这三类路径 它的 要想把它转换成 绝对路径 那么 你就得 知道它的 参照路径是谁 是吧 因为我们的 绝对路径 等于 参照路径 加上 相对路径 好 现在说参照路径 一 我们的前台路径 前台路径的参照路径是 外部 服务器的根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127.0.0.0.1 冒号 8080 这个意思到 赞口号 那是我们的 参照路径 前台路径的参照路径 后台路径的参照路径是 当前web应用的根 是吧 就是你的项目的根 是吧 当然 这个东西 需要注意 我们web root 我们的工程里边 那个web root 是不是就相当 我们项目的根 啊 那个定位 你要定位这个资源 那时候 你应该知道 web用的就是我们项目的根 然后呢 然后比较麻烦一点的就是 不对 背邪杆开头的 背邪杆开头的路径 他的参照路径是 当前的访问路径 说到当前访问路径 我们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 请求路径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对吧 一个是资源名称 一个是访问路径 他们的分界线是哪 最后一个斜杠 你的请求路径的最后一个斜杠 对吧 那就这了 那就这了 具体这里边的例子 当然了 我们具体里边的例子 对于 对于这个 记不记得我们出现 那个两太子的这种情况 两太子的情况 的解决方案 我们给出了两种 一种是添加项目名称 但这个项目名称 我们最好不要给他写死了 对吧 那写的是什么东西 是个一二百八是吧 对不对 怎么写的 刀了 那大括号是吧 配置 contest 配置 contest 点 request 点 contest pass 对不对 是添加这个东西 第二个点的话是用 base path 对吧 说实话 说实话这两种 哪个更好用一些 我们添加 也要表达系的这个更好用 因为base path 这个 它 有浏览器的兼容问题 这个东西 有浏览器的兼容问题 所以 这个东西 我们实际工作中 并不是特别常用它 因为它有兼容问题 有的浏览器不支持 或者解析的方式 是不是会一样的 所以它出来效果就会一样 所以 我们最好使用 我们用一二百大使的 这个方式 所以 这个里边这个东西 你要记清楚它 这到底怎么写的 这个你最好背的一下 这个最好背的一下 pay contest request contest pass contest pass 指的就是我们项目名称 对不对 OK 然后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特殊 有一个特例 是不是就那个 我们在搜索的里边 我们在写 bade contest sollivate 就是response .son redirect 你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redirect 方法里边那个路径 你看似它是后台路径 对吧 但它的参照路径却是 我们web服务器的根本 所以它有点特殊 特例 你需要记住它 然后呢 我们处理器映射器里边 bin name 你这个说过了 那simple url 和那个 mapping 这种方式解决了什么问题 或者是我们bin name url 和那个 mapping 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它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id 它的名称 是ib的名称是以斜杠开头的 是吧 是个路径 有点混乱 不累 但这个东西 问题不大 也不是致命的问题 是吧 致命的问题是谁呢 如果出现多个请求 uri 访问同一个 controller 同一个数理器 你这个bin name url 和那个 mapping 是不是就不好解决了 你就得一个请求 就得创建一个 handle的对象 一个请求 就得创建一个处理器 一个请求 创建一个处理器 就有点 占用系统资源 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 下一个 simple url handle mapping 当然我们知道 说到这个 那么bin name url handle mapping 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对它进行配置 默认的是不是用的 用的就是它呀 也就是说 我们的�costal server �ность 上司里边有一个默认的配置 这个默认配置的文件 叫 第三.*sfeld.property 這個文件在哪兒放呢 這個文件在哪兒放呢 在Spring NVC 的核心駕包 Spring-web NVC 這個核心駕包的第一個駕包 Servit那個駕包是哪兒放的 你得記著這個位置啊 你得知道它 它裡面放了很多默認的配置 那麼 BeanNameURLHandleMating 就是其中的一個默認配置 我們現在不用它 用另外一個叫SimpleURLHandleMating 這個你要用它 你是不是就得配啊 你就得配置了 配置它 這裡邊有兩種方式 我們可以把這種映射關係配出來 什麼映射關係 就是你的請求的URLHandleMating 和你是不是那個處理器啊 那處理器對向之間的那種映射關係 通過兩種方式 一個是Matings可以 做這個映像啊 Matings 是吧 那麼它是個Property 是吧 是個Property 還有一個是通過 還有一個是通過 Mapkey 是吧 是叫Mapkey嗎 不是 叫 叫什麼來著 想不起來啊 URL賣行 是吧 這個叫Matings嘛 是個Property 是個Property 這個URL賣行 這是個賣行 是吧 通過這兩種方式 可以進行 可以進行這個 這種映射啊 可以把這種映射關係 給它指出來 那這就是我們 下一個所講的內容